谁就静点过来突击 对方是残的 哎 兄弟 枪切歪了 哇 你这个有点嚣张啊 年轻人 还好 还好 要不是你人多 是的 身上着着火赶紧打个药 先扶人 他们其实应该是就想来 拿这个车 然后 这把的第一顺位已经猜好点了 Pero这把是选择了 环心山双踩 你看 悟光他也是在往中心 收缩 然后进行了一个二二分踩 都是围绕着打成一个弹血 是的 因为他知道对方人少 Legos他抱了底 哎呀 这里提起来居然没打过 还要队友补枪成功 但速球被拉开个硬补了 是的 只剩黄一鸣 硬补了一下 Legos拉到近点 这个Pero离得比较远啊 队友还在环心山上面 没找着 好像有点掉线了 小鬼掉线了吧 掉线了 掉线了 Legos怎么能够扛回来 主要是现在Pero已经开车过了 想要支援队友了 这个路上 远处95K还把Legos的头给拿了 这一波 桌子圈二十七滴血 而且后面有子弹 所以只能往前顶 只差一枪 啊 被NWP的冥冥打倒 将来的话两败俱伤 呜漏偏逢连语吧 是的 你一开始过来打本来是人数有优势的 结果没有赏到又出了一点意外 小左也被点挡 对 这就是之前说的圆点枪 它只能拼命往前突 是的 小北 这边要人类补人 现在对于两个队来说 只有这个台湾要放内部才是最安全的 哇塞 马一龙被炸得剩一丝血 是的 但是他也逃不过圆点悟空的枪 哦 是的 哦 这里小左的人头也是归到了悟空身上 那这样的话 17就拿了一分 嗯 那要走我估计走不了吧 如果放走的话 你这还是个倒车 DSS是不会同意的呀 两个手雷过来车不会被炸飞吧 大惊倒车 他直接跑了 抛弃队友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特别说 大鸡也没了 我掩护你 鸡哥你快走 谢谢这位 结果鸡还是死了 两个人都逃不过呀 周边 还是左上的概率高一点 你看大概率烧到矿区了 天鹿有机会能吃到球 我的怪怪 一瞬间 天鹿一分没拿着 死亡冲锋CTG拿分了 是的 CTG也只拿到一分 还有一分肖天鹏自己消化了 是的 但是总归来说 CTG他满边 其实对于NHP的时候 也不能松懈 还得继续拿分的 哎呦 好好 直接穿两个进点 是的 但是看一下右上角的情况 NHP啊 只要信息一跳出来 都是他在左边的 对 所以压力 对他在打人 就压力很大 天鹿直接过来 猫一波 我用车顶来挡住 对方的子弹 这种车技 哇塞 怎么有人飞出去了 哇 这个车在弹射 这波过点一点 不把对方当人 哦 DT赶紧来一手支援 天鹿这波撞房进攻 没有一个人 真正撞到这个房子的边缘 都在那个半坡 全停了 嗯 车技堪忧啊 已经2022年了 兄弟 这样的话 DT是能够及时的回员 全部收缩 啊 崔奇奥是吊在了后面 这是被NHP打的吗 有可能 有可能 那说明他们刚刚这一波 本身是转移路上 有点小拖 被人家打了 对 好 又来撞一队 天鹿 能不能守住悟空 先倒一个白龙马 95可以倒地 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正在脚下 哇塞 躲得快 反应好快 赶紧一个后撤 是的 伸法 可以啊 两个人被卡在这 这个小小边 哇 这个火是从那个楼梯的缝隙 流下去了 露下来了 这个火星啊 哇 这个玉玉冤枉啊 还想扶 扶不了了 对方已经拉上来了 不给机会 哦 协同做得很好 CT108 直接完成了一波一圈 王骚骚 从远处放到108 108这个位置可以扶 可扶 有个拐角 嗯 空头论啊 嗯 哦 并没有啊 还是西街 这个左边中部的切子 嗯 哇 这个RBS 这个的话还挺好排点的 是的 左边一颗 右边一颗 然后你们站在位置有限 哇 这一颗雷 不是这个雷 有点运气成分吧 排鸡炮啊兄弟 林树真的人懵了 哎呦 这个就是拉枪慢的 是的 这就是典型的拉枪慢的 可以看得出来他DPI不高 是的 吓一跳啊 小羊 小羊和这个 小叮当的这种拉枪就是很明显的差别 就是感官上看上去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 这个效率包括 确实确实 小北啊 趴着他这个地方与世无政 他甚至有机会可能会到城里面 天梅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这 他反而进去以后可能一会还挺安全的 对 因为周边都是那种满边跟满边之间的战斗 留了一个Cobra 变儿让了Coco 有没有听到 哦 被反打了这一波 小五再为队伍再多争取了一分 是的 对 他是一步一步的过来的 这是直接给到一个 对 因为一般来讲 他现在已经爬到旁边那个山 他是会被优先排掉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就是城会成为那个 这种打斗是比较多的 对 以前有是也有很多的 哇 这把的圈刷得很迷惑啊 嗯 小北说 能再有检员 他就能混到排名分了 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圈边放去蹭嘛 对 他只能这么 你是不是说是零度这个点应该是被 肯定没了 对 肯定是被蓝圈带走了 哎 活了两个 活了两个 老六 嗯 哈哈 你看就外比 哈哈 来了 就等你来呢 兄弟 三颗手雷呼招呼过来 来客了 你就这个地方能呆 残忍 就一丝 伤害军摊 那男的 男的要收了 男的拿到这两个人头 有汤大家一起喝 是的 周平 六阶段的蓝圈 是的 你必须要不停的打包 小北被发现了 他也没有什么选择 我每次看New Happy的战斗 我都在惊讶于他们身上每一次到底能够带多少的道具 我看周平是习惯出门的时候带四个雷 他子弹是带的真的不多 就反正他们为什么乱打 就是因为他们搜的久一点 就把身上的装备给拉满 所以他不是打过一次屁成吗 这也不来了 什么破玩意儿 什么一个雷都捡不到 这歪成还是歪成箱啊 确实 狗都不要这么多 就像那种三加二拼兔楼这种东西 我一动楼可以搜四五个雷 直接搜满 可能其他的稍微差一点有可能啊 但是雷一定是资源拉高的 是的 天梅只剩下最后一名队员 他是CDG一看天路那边不好惹 回来捅了天梅一刀 是的 天梅正面在跟牛海比打 背后被捅了一下 这个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 你还带着这玩意儿 哇686居然 双管喷 兄弟你给他列路呢 这直接放弃了 就直接放弃了我的远程啊 是的 我要打近战 真正的出击手 就是嘴脸 真正的出击手 都是带两把喷子 两把喷子太夸张了 天梅今天也是被DT卡了一波 但是DT这个半下坡的位置 马上也是不在圈的 挺难受的 说实话 是的 头顶上牛海比一直在抽 圈6 5支队伍 那CG跟天路终于是交上火了 我们看 很关键 临场已经打了 现在双方互到一人 临场已经被补掉 一个小抛手 五位这边在打药 但对方是一个高打低啊 这有点难受啊 而且肯定默认 烟雾里面会藏一个 在一看没人的话 是的 好 直接被混烟混死 天路这边是完胜 哦 背后牛海比来了 完蛋了 火牛冲锋 哇 直接在高打低 这个视野 真是不给活路 牛海投 算了 对面枪好硬 哇 走平 距离正好是三倍镜的标准距离 高打低 也不用考虑 抬不抬枪口的问题了 打着打着 又九个淘汰了 是的 好的 DDT也是来冲一下 之前在中心的RDS 被圈刷出去了 蓝白之间的战斗 人数上的话 还是DD占一些优势 牛海比甚至 还有贤轻来管这个 对 被闪了 经典周平衡补枪成功 把江洋带走 这样的话 天路好像只剩最后一人 只剩下聪聪了吧 打得相当的主动 对 只有聪聪一个 哦 还有小彤 小彤被放倒了 哦 只剩聪聪 聪聪跑了 对 溜了溜了 本来刚刚想解救一下队友的 因为那个山峰 队友出不来呀 这个牛海比吃鸡了嘛 嗯 什么 首尾呼应 随便搞搞就 我们要拿更稳的分数 是的 随便撒撒水啦 牛海比 是的 毕竟这可是牛海比 一秒钟给你秒了 好的 四打三 我全面全部圈外展开 高打地 还有个 这稍微被AW的子弹碰到一点 你就没有了 还是被男的连鞠给放到了61 上帝视角 哇 这个射击角度太好了 怎么出来啊 上帝视角 不是关键这个上帝视角 但无虚发 是吗 谁时候看到都蝉哭呢 哈哈哈 小鸡蛋看了垂桌子 能不能下次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哇 真的爽 三分 好了 恭喜牛海比16杀吃鸡 这个好像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牛海比今天的表现 今天四个人的表情 感觉就是世界态的水准 确实是世界态